哈哈我跟三千我俩回来了 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就杀回来了 走吧 咱们话不多说啊 看看我的小园长成什么样了 10天啊 今天10天了 走吧看看长成什么样 这就是我的小园 豆角已经爬架了 我看到草已经满地了 这没办法 草太厚 我的小黄花 哎呀 哎呀 这么小就该栽了 这么小 第一个黄瓜必须得摘掉 要不然他不累的 好吃吗 你不给我吃 你想吃吗 你看你这 就说说了你情商低啊不信 我情商多高啊 我先替你尝尝 好吧 我知道 这是打了药的 万一药有药怎么找 我不心疼你了 是不是 不多说了 看看我的小山虫 都瞅不着一眼了 把草吧 快点耗草 嗯 哎 天气太热戴上帽子 拿上我的除草工具 咱们现在就开始 收拾我这小园了 广告都已经接了 豆角已经爬架了 西红柿已经开花了 土豆马上就快开花 快能吃了 山虫那块交给你了 山山啊 我把草呗 对 那一瓶我就不管了 我把这一块干完之后 完了之后 今天就这么地 我听说这个山顶上干 他们发现这些灵芝卧的 特别的仓爵 有的时候是气我啊 有老多人爱着我了 但是吧 不行 我先把家事忙完 等我明天 我再收拾他们去 我夸夸一个接个的 我给他们订个牌 我 走我的 其实嘛 他们的地方 把大多数我都知道 不是 回那猛正堂时间了 也没跟我们上山 是不是 大家也都知道 就让他们结束 先登了呗 到时候咱俩一收个尾就完了呗 到时候拿一下切刀 一嘎 往头一吹 走了 干活了 妈 好像没给那个苗干掉 看看 这十来天之内啊 这草都长这么大了 所以咱那个是除草 要不然过两天耽误这个 我这个地啊 本身它就没啥劲啊 咱们就给它收拾收拾 别的呀 过两天就要开花了 这小草芽子 能不能看清楚 你就看看咱是不是 那个 农村营就对 产地这块啊 有不懂 不要学了 哈哈哈哈 这装大了 把苗再搂起 这么大苗 你看这条辣椒苗都没啥大根 那怎么长 你也把它耗起来了 十天之内就它没有效果 为什么野草会长得快呢 它这碗是野草的那碗 这大起码它也都长这么大 这回产完之后再备一下 这圆子这草枝也太多了 可能是 也是年头多门 这给它送送土 长得快 你这红薯苗 叶让我也耗掉了 啊 我要吃红薯苗的 你给我耗掉吗 就耗掉一个叶 我说你 你在东北买就买不到了 那是买不着 现在不种了吗 嗯 又跟我耗烂了 什么大虾蒙的 什么叫大虾蒙的 就是盯人那个 马虹吗 嗯不是马虹 哎呀 我扒掉一串荒 啊 哎 超准的才好呀 这好细腻了 这个都会细腻了 往年呢 珊珊你知道吗 往年这些活都我自己干 今天就不是你来了 还帮我分忧一些 要不然我自己的活 你说这苗筛 管的慢哈 它就自然整着玩 长着玩 它就挺大 长得咋这么快 看以山葱都发芽 炒了好几根 三根 善善你都踩到山葱了 你看你这里面在炒嘛 哪里还看得见山葱哦 慢慢的给你耗吧 行 咱俩慢慢耗 我从这里分开 你耗这边 我耗这边 好吧 慢慢拔啊 你把山葱给拔起了 这是我们一颗一颗从山上挖的 拿我当你 不一定哦 你以为你 你又耗不到我 刚才好甜 真肥大 哎呦 吓我一跳 你干啥 你不干活 你干啥 要哪溜的 我以为是个野猪 你知道吗 吓我 吓我好多 野猪 真是教授 哎呦 这会儿 腿里有拿野猪 那可能厉害了 吓我 吓死我了 这是黑熊 哪是野猪 你干活呢 你差点把我混的下掉 哎 这山葱这回终于有模样了 哈哈 薅了一大堆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回家了 有的是活啊 这小鱼儿慌的哈 咱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别忘了点点鸿西 加个宝贵的关注哈 拜拜了